今天是 ASUS 的發佈會 是香港的 local 發佈會 我手上是 Zenfone 8 Flip 跟上次搶先上手玩一樣 在香港發佈會有 Zenfone 8 和 Zenfone 8 Flip 兩部機 今次整個 Zenfone 8 系列都用 Snapdragon 888 處理器 最新的 5nm 制程 還有 LPDDR5 RAM 以及 UFS 3.1 ROM 今次比較驚喜的是一部小機 華碩說到現在大部份的手機越出越大 要找一部比70mm 和比150mm 的手機 Zenfone 8 應該是 Android 手機內唯一 5.9 吋螢幕 和很 compact 都有旗艦機的規格 上次上手玩就比較深入廣派了 所以今次這部影片 拿回 Flip Camera 這部 會是今次這部影片的主角 好 出汗了 速戰速決 拿了出來 今次試拍片是 Zenfone 8 Flip 它的鏡頭配置其實跟 Zenfone 8 一樣 而它亦是多一個 3 倍 zoom 鏡頭 以及可以轉轉轉 雖然它的 sensor IMX 686 和上一代一樣 整個機身設計 螢幕 和上一代沒有什麼分別 但全靠它 升級了 Snapdragon 888 新的相機 ISP 以及 ASUS 在軟件對於成像運算上有沒有分別 今天就會拿出來試拍片 我從兒童一個體驗後 它 4K 60fps 非常穩定 無論是主鏡頭 或超廣 Celsius 也是超穩定 以及 8K 拍片 都是EAS 的防鎮 就可以逆轉轉轉 就使用 менsell 8K 打 Dit 攝影師給做老鏡頭 再自拍 пост ��直接可能這場留意 這麼熱情 和平常方面 我還是在旅程的拍片段 純粮靈人當中 會用主鏡頭的Quality 去拍攝 但我的螢幕看不到自己 所以我就用 Ultra Wide Tangle Lens 稍稍 現在這部我可以反轉看到鏡頭 然後用 volume 按鈕 就可以把鏡頭轉過來 180度 哇,就是這樣 MI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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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試一下跑 CK 60fps 的一路回向好 超過的鏡頭 Dynamic Range 看上去都很廣闊 現在暗位也很清 後面的雲層次都看到 MING PAO 好,因為暫時的上手時間有限 所以先到的片段都沒多少 但歡迎密切留意後的深入評測 看完今次的影片 我想大家都應該留意到 還有有印象的話 做在去年的 Zenfone 7 Pro 的評測 那部機拍出來的影片 放到電腦體 或者其他手機看 它的顏色是非常鮮艷 到 Color Space 有些是不自然的 它會太過過濃度的 過高的飽和度 還有 Color Space 應該不太準確的調校 但今次的 Zenfone 8 完全根治了這個問題 它的顏色是自然 像真度高 它整體的顏色是鮮艷 但 Color Space 是準確的 另外它的動態範圍非常廣闊 即使是 SDR 的內容拍攝 但它出來的完全大背光 藍天白雲的層次都能夠處理 還有就是防手震效果 4K 60fps 的電子防手震效果 是非常出色的 但大家應該都留意到 它並不是完全完美 像用了雲台般穩定 我跑進去 或者我晃動的幅度比較大 它是會看到我的晃動效果 但整體的影片是很可用度高 以及穩定的 我亦都可以 60fps 時放慢 一半有個 0.5 倍的放慢 亦都可以優移到手震效果 而至於相機的拍照成像效果方面 它的顏色都是偏向鮮艷的取向 而它的運算對比上一代 感覺上它的相機ISP 相對比較自然 它的顏色看起來是順眼了 它的飽和度和顏色適準度比上一代有提升 同時它的動態範圍很廣闊 而且拍出來的灰街 grayscale 都是很立體感 還有資訊量十足 尤其是前面建築物的水泥深淺程度 還有這些磚瓦的反射反光 到藍天白雲的層次 完全是盡修眼底 拍到全 它的動態範圍是很可靠的 還有它的照片的顏色 準確度是再說一次 比之前的7 Pro 眼睛有進步 我暫時沒有兩台手機在手 我只剩下 Zenfone 8 Flip 在手 但它的照片是美麗 可用度高 以及可靠的 還有自拍都可以用高水平成像效果 即是主鏡頭做自拍 我想要考慮的 作為自拍鏡頭來說 真的太清晰了 這次是黃昏到晚上 今天黃昏是超級美麗的 是幻彩的 我沒有 P 圖 亦是真的這樣 而再到終極夜拍 用了夜景模式的時間 略嫌看到它是將 Shadows 過份提高 而令到整張照片的立體感有所影響 黑色背景的天氣不夠黑 還有 Shadows 不夠黑 所以夜景的感覺不太明顯 拍出來整張照片都很光亮 但它是很光亮和很低雜訊 就是它的特性 而最後在今天的影片結束之前 還有今天的影片贊助 TRISKIN 全貼合手工玻璃貼 針對 Zenfone Native Flip 已經登場 都是全貼合的技術 用手工上膠 可以做到螢幕和玻璃面板之間 完全是貼合沒有空間 可以針對 AMOLED 螢幕 全黑的黑色和 contrast 顯示 影響減至最低 如果對於玻璃貼的質素 是很高的要求 這塊玻璃貼可以去查詢 有興趣的可以在下面影片描述的連結 查詢 總結 今次初步上手測試這部 Zenfone Native Flip 主要是看它的相機 它的成像 ISP 雖然對比上一代 相機感應器一樣 但成像效果有分別 尤其是拍攝影片的顏色 顏色的顏色 這次是相對的 而至於它的效能方面 留待稍後的深入評測 看看 Snapdragon 888 處理器 加上 LPData 5 RAM 和 UFS 3.1 ROM 的表現 但除了硬件的升級和相機 ISP 的調校 其實整個相機的規格 螢幕顯示 包括 6.67 吋 90Hz 的 Samsung AMOLED 螢幕 以及 5000 mAh 的電池 到缺乏 IP68 防塵防水 而對於無線充電器 其實相對於 Zenfone 7 Pro 的升級 不算特別大 但如果使用 Zenfone 7 Pro 或是相機成像效果 或是拍攝影片顏色的問題 所以沒有入手的話 這次 Zenfone Native Flip 可以說是把上一代完整版 完線版跟著這些問題 再在硬件上有升級 但論創新度來說 Zenfone Native 應該會是 Asus 比較大變化的一部手機 有關這兩部手機的深入評測 到歡迎密切留意之後的深入評測影片 今天分享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有最新影片發佈 下次就馬上看到了